今天我們來做一款非常經典的馬克力特餅館 製作過程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用到打蛋器 低筋麵粉 澱粉 糖粉 黃油 熟的蛋黃 和巧克力粉 我今天會做兩種口味的 也就是兩種顏色的馬克力特餅乾 所以會用到巧克力粉 為節省時間 我操作原味的馬克力特餅乾的是說 黃油提前室溫軟化 到刮刀能輕輕撥動的狀態就可以 加入二十克的糖粉 先用刮刀拌勻 用打蛋器 一擋 打發黃油和糖粉 打發黃油完全融合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需要大蛋器了 兩顆熟的蛋黃我們需要過篩 看 可以用個刮刀 可以用個刮刀 過了筛一個蛋黃 在餅乾糊裡面它沒有結塊 吃起來口感非常的細膩 非常的順滑 你看 毛茸茸的好可愛 清理乾淨 充分的拌勻 蛋黃和黃油 充分的融合好以後 拌勻以後 我們加入過篩過的低筋麵粉 50克 過篩了的玉米澱粉 30克 因為我今天做兩種口味的 原味的馬克力特餅乾 需要30克的澱粉 如果我待會做巧克力口味的 30克的澱粉 就減10克 20克的澱粉 再加10克的巧克力粉 就是這個 大家要記住一下 因為我今天直言是原味 就是30克的澱粉 過篩過了 切拌的手法 拌勻 知道看不到乾粉 很快就光滑 看不到乾粉 這樣就OK了 可以看一下麵團的 軟硬程度 不是這樣 輕輕的 能夠按出指頭硬的 這個狀態 就可以搓成長條 搓成長條 用球方称 撐量 10克 每個餅乾球 10克 好準啊 10克 每個10克 每一顆 團成圓球 馬克力特餅乾 標誌就是用大拇指 不用模具 摁 摁這個球 摁一個坑 它自然就會有 看周圍就有裂紋出來 非常漂亮 每一顆就 摁 就用這個大拇指 盡量摁深一點 因為一會兒放到烤箱裡烤的時候 它會補起來 如果你不摁深的話 出來不一定好看 摁深一點 更美觀 更接近馬克力特餅乾的 標誌性的 形狀 模樣 它就長這個模樣 也好哈 省了模具 不需要你去找模具了 這個時候我們烤箱已經預熱好了 160度 預計烤20分鐘 我們送去烤箱 烤制的過程 可以接著做第二款 巧克力口味的 馬克力特餅乾 在烤箱的中程 能看到嗎 非常的漂亮 巧克力味的也出爐了 我們只需要烤制20分鐘 餅乾的邊緣部位 有些微微的發黃 就OK了 我們掰開一個看 非常的酥松 特別適合牙口不好的 朋友使用 非常的酥松 入口即化 這款馬克力特餅乾 特別的推薦給 不愛吃雞蛋的小朋友 消防禮 宁idays zusammen 你說 聽拍 crime 聽見 生껏 游冰 通告 感谢观看